随着中国大师赛在深圳结束激战 2023世界与连世界巡回赛杭州总决赛的资格席位最终尘埃落定 众多队伍里中国队是唯一获得满额10个席位参赛的队伍 在中国大师赛开始前 每个单项的总决赛席位依然有悬念 且最后的悬念流到了决赛日的南丹决赛 在深圳大师赛南丹决赛开始前 总决赛南丹席位有七席确定 剩下一席在安东森和西本拳泰之间产生 西本拳泰打入了本次决赛 但他只有跨过队友奈良刚公大这一关夺冠 才能最终进军总决赛 不过随着奈良刚公大也2比0获胜 安东森获得最后一个总决赛席位 女单的争夺主要集中在中国队的韩月和和冰娇二人身上 韩月要比和冰娇多晋级一轮才能进军总决赛 随着和冰娇在四分之一决赛商退 而韩月则是打入决赛 最后获得亚军并得到了总决赛席位 国语满额的悬念留在了二双刘宇辰 欧选一身上 他们努力打入八强后就亲手获得南双第七个席位 而最后一个席位英里扬 王麒麟只不八强而落在了菲克里 毛拉娜身上 女双两个悬念在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各自队内竞争中 中国队凡臣早早锁定资格 而谭宁 刘胜书和郑宇 张书贤竞争另一个席位 日本队早获资格的是松本麻佑 永元和可纳 松山奈位 志田千阳和福岛游记 广田采花的竞争则延续到本次比赛的半决赛 随着山羊打入决赛 由蔡花的总决赛希望破灭 混双方面 最后获得席位的是状态持续升温的中国香港组合邓俊文 谢英雪 混双也是最早名单确定的 40个总决赛席位里 中国队占据10个席位 具体为 男单石宇琪 李世锋 女单陈宇飞 韩月 男双两尾坑 王场 刘宇晨 欧选意 女双 陈清晨 贾一帆 刘胜书 谭宁 混双 郑思维 黄亚琼 冯燕哲 黄东平 杭州总决赛将于12月13日至17日举行 赛前将进行小组抽签 欢迎晚宴 年度颁奖等 总决赛席位 男单 乔纳坦 李世锋 安赛龙 石宇琪 京廷 奈良刚公大 昆拉伍特 安东森 女单 安喜盈 陈宇飞 马林 戴姿影 韩月 玛丽丝卡 张贝文 金家恩 南双 梁伟坑 王厂 阿尔菲安 阿蒂安托 徐承载 江明赫 谢定峰 苏伟毅 宝木卓朗 小林幽武 阿斯特鲁普 拉斯姆森 刘宇辰 欧选义 菲克里 毛拉娜 女双 陈清晨 贾依凡 李绍兮 白河娜 松本麻佑 永元和可娜 松山奈未 志田千阳 刘胜书 谭宁 金昭映 孔熙荣 拉哈游 西地 琼卡潘 拉温达 混双 郑思维 黄雅琼 冯燕哲 黄东平 渡边永大 东野有沙 徐承载 蔡又丁 德插波 沙西利 金元昊 郑那营 陈堂杰 杜一卫 邓俊文 谢盈雪